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借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是我慧眼手中的股票 我把股名代号都把它涂掉 你们不要去找 我不推借 台股今天三大缓人 上市上跪全部转为买超 所以理论上开始反弹 我们看今天美国早上的收盘 这是道琼 我们从道琼开始看 道琼今天的收盘在这个位置 这一天叫4月22号收盘在这里 也就代表说道琼已经站上4月22号的收盘 好那往下看 这个就是NASDA 一样 NASDA也站上了4月22号的收盘 好再来 汇城半导体 看到这4月22号 汇城半导体甚至超过了4月20号的一整天的高低点 好再来 S&P5004月22号也在这里 所以道琼 NASDA汇城半导体 还有S&P500都已经站上了4月22号的点 好我们看台股 台股4月22号在这里 今天在这个位置 也就代表什么 如果以美国来讲 按照美国的走势 这里都叫超跌 因为美国已经站上4月22号的收盘 所以这里都超跌 所以台股理论上会开始反弹 那反弹到哪里还是那句话 像现在台币 来我们看今天的台币 今天台币就没有再贬值了 台币今天比昨天还稍微升值一点点 也就是它在这里震荡 所以它就叫反弹 好好检视手中的股票 反弹就是反弹 反弹不是回升 这里离回升还有很远 为什么 你只要看台币 就算要回升 台股要回升 台币也要在这里 我们叫做让台币的贬值 这个头然后升值 往下是升值嘛 台币升值 台股才会往上 所以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但是个股就不一样了 我一直跟各位讲了一个概念 我相信去年 今年年初我打第三剂莫德纳的时候 我说我是打身体健康的 对不对 我说我打身体健康 什么叫身体健康 它疫苗 疫苗的目的不是为了防中症防死 疫苗的目的就是防不要感染 才叫疫苗嘛 不然小时候我们打那个天花 你打了天花以后你现在会得天花吗 那才是有疫苍的意义嘛 对不对 所以像小朋友 刚出生的时候 现在都有打什么三合一四合一 破上风啊 百日可啦 对不对 那都是疫苍嘛 就是打了以后就理论上 我们叫多数不会感染才是吧 那现在打那个疫苗 今天台湾好像上万多了 会不会很可怕 我会也没有人确诊 还跟我来 老师我确诊了 请老师多保重 大家彼此都保重了 不过我一定不改那个概念 一定会有一支疫苗出来 而且它是防感染的 你要去想 现在市场上的疫苗 它已经不是防感染 而是防重症嘛 像AZ已经没有用了嘛 我打两剂AZ 后来我加莫德纳 对不对 现在打AZ根本就没有用了嘛 就是 腺病毒的已经没有用了嘛 那mRNA跟次蛋白 重组蛋白的部分 你认为有用吗 原始的病毒株 无患病毒株是有用的嘛 可是对不起 我还讲 连蚊子都会进化 对不对 病毒不会进化吗 连苍蝇都会进化 连蟑螂都会进化 以前那个 我们不是买个蟑螂屋 放在角落 都会连很多蟑螂 现在为什么连不到 有一次我就跟我儿子讨论 我说奇怪 像这个蟑螂 这个我们叫连蟑螂屋 怎么越来越连不到 被我们连到都有死了 连到就已经死了嘛 死了 他又不会去告诉他的下一代说 有蟑螂屋你不要过去 我儿子给我一个 一个让我们感觉那种思考不一样 他说 那个笨的都已经被你连死了 聪明的不会被你 不会跑到蟑螂屋 所以聪明的下一代就聪明啊 那个叫进化嘛 病毒也会进化啊 所以原始病毒当然没有用了啊 我们的疫苗 我们现在人类发明的疫苗 速度比病毒的变种还慢啊 这一定会出现嘛 不过应该也讲还好啊 你只要身体健康的人 现在感染 你夜晚感染的人 应该讲你的风险越少 因为病毒不断在人的身上 一直感染 人本来是就有 天生人本来就有抗体的 天生只是没有办法 击溃病毒而确诊而已嘛 那到人身上以后 他在应该讲说被消灭了 然后被减弱了 被降低他的毒性以后 他就传染给别人 他会慢慢降低啊 可是还是感染感染也很不舒服啊 被一只蚊子咬都很不舒服了 何况是切诊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所以有一天一定会出来 一定会出来一只啊 那一只在哪里而已 那一只的疫苗在哪里而已 看起来速度比较快嘛 看起来速度比较快嘛 所以来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来看这档 广效疫苗也就是 唐蚊子这家公司的股票 今天他涨3.03个person 今天是157.5 我从这里颠倒奖回去啦 什么叫颠倒奖回去 今天在这个位置 好 已经连续三天量收 量收到不到2000张 你看这一天这一只就7000多张 好 那已经连续三天量收到 不到2000张 而且量都有稍微增加几张几张 也就是他目前一样叫反弹 那我们去追究这一只 这一只 4月20号打下来的这一只 来 我们去追究这一只 了解这一只为什么打下来嘛 好 最低跌了3 等于总共跌了37.3个person 最低 最低真的从高低点 215到94 很可怕 这一倍呢 有时候想一想 我说你如果准备好的人 如果你有再做一档股票 你每天你的操作逻辑都对 就你是策略性的操作 我的会员都很清楚 我股票从来不会买到百分之百 也就手上没有现金 我带会员一定不会说 股票你给我买到百分之百 买满没有现金 不会 我们一定是有 你手上基本持股是几成 你现金要多少 为什么 Just in case 以防万一 真的万一啊 所以下来 那你认为下来是不是 你有准备好的 你有策略的人 对不起 我不要 我不要说你一定是 最少你下来你减到便宜 对不对 下来你会减到便宜 真的有减到便宜 不是吗 我们你这天收盘136.5 我不要我们最低 136.5 隔天是114.5 再来是127 隔天114.5 这天是127 那现在在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支 我常常跟我的会员讲说 我请问你 他是解放失败吗 不然怎么会这样 蹦下来 高低点 相信就是一倍 没有啊 他没有解放失败 他还没解放啊 而且他还不需要解放啊 因为他是收钱力金啊 来我们来看 什么叫收钱力金 我看他的内容 来 他谁一个 我们就利望做代表 利望是做什么 利望是说 IP的功能在以降低 晶片的开发难度 缩短开发周期 提升晶片的功能 IE设计者不需要针对 晶片的每个细节 进行设计以规划 可以透过IP业者直接通过 直接跟他过买 他的成熟的IP模组 实现某个功能 简而言之IP就是 像堆积木一样 让IC设计商可自行堆叠出 变化万千的晶片的药帽 也就是细智材 也就是利望做的模式 这家谈分子他做的就是 类似像细智材一样 来我们出去看 他的功能是什么 降低新料的开发难度 缩短开发的周期 并提升新料的功效 新料开发业者不需针对 新料的每个细节进行设计研发 可以透过IP业者 就这家谈文子公司 直接通过授权成熟可靠的 技术平台 增强某个特定的功效 简而言之IP就好像对基本一样 那个新料开发者加速开发出 低毒性高功效的新料 也就是他只要 只要增加某个特定的功效 我常常讲专利药 他有个专利有个期限 病毒会进化 你专利药到期限的 其实我说有一些邪名药 一些厂商邪名药 做邪名药就专利药到起 他就安装配用去做药 所以你看我们去医院 我常常讲你到医院看病 如果要智慧的 有时候医生会问你 请问你要用专利的吗 还是要种健保给付的 健保给付是不要钱 可能就不要钱了 专利药有可能看 你是不是要好几千块 专利药有没有效 各位好好去想就好了 也就是假设你的身体 健康的人 健保几乎就够了 假设你的身体没有那么健康 或者你认为命比较重要 这种专利药比较好用 可是它有时间性 好 专利的时间性 病毒会进化 所以它必须要再改革 在这里 我昨天讲过 在某个特定的功效 就增强某个特性的功效 然后它又可以申请专利了 所以这家财分籍广项一门 就在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说它就不用授钱 它是在卖专利的 不是 它是在授钱的 在卖专利 它不需要解盲 这种股价把它打下去 我一直很纳闷 所以好 我们又来回推 来 这里 好 我用金链 金链来 我们看金链 1月4号 来 1月4号 这里叫757 看到1月4号757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里 来 拉近 这是金链它的1月4号 也就是金链它的K线图 好 那你看到这三天 它这里是757 这里是150 看到这里是150 三天拉150 好 也就是封关前三天 封关 1月24号 你说1月24号也没怎么涨 对不对 1月24号 989而已 1月24号才涨8个person 1月25号已经123了 涨多少 涨28.77个person 1月26号 119涨32个person 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你看 32加28 然后加一个8 大概就是60个person 三天 这三天涨了60个person 好 那我说 那为什么会涨 我会把这个内容 等一下我跟内容讲 然后我先说 好 它跌到这个位置 它跌到这个位置 它跌下来 我请问你 这里 跌到941比这里还低 941是不是比 我们再从1月 从封关前三天 这叫989 看到吗 989 989这里 这里打得比它还更低 何况1月25号是123 1月26号这多少 已经来到了149了 这三天 可是它打到989 我问你好了 我为什么常常用这一张 是谁把他打下来的 是谁把他打下来的 这几个字 各位好好去思考 完美的假期行动 好 那我说这三天 为什么会拉上来 好 我们又回到 我说其实我做这档股票的初衷 然后这个过程 那我们来看这里 好 这是2019年 默克药厂 对这家药厂的评论 这里面我讲过 我们讲这里 所以假设这家糖分子公司 可以做出来的 它所技术出来 所制造出来的 糖体机箱化抗体 若能在磷床上 有比较好的效果 而且价格低廉 可以量产 在2019年 如果这样子这家公司 它是下一代生物要化时代的突破 看到好 然后这是2019年 今年的2月3号 好 你看 这家糖分子广销疫苗公司已经 他已经 他说我们保密到家 国际大药厂资金 尚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平台 已达到工业化量产的规模 已经成本大额下降 也就是他已经 胡尔默克药厂的条件 然后他而且是适量 第一个糖体机箱化抗体 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 好 这是2月3号 所以你看 2月3号我们是在放春假 结果人家这三天就赶快买了 为什么 因为2月3号过完春节 放春节 春节回来已经是2月7号了 所以这段时间 人家就先把它买上去了 为什么 怕买不到 结果后来当然就涨到这里 然后因为4月20号 4月20号要做什么 跟我讲过很多遍 第2月23号股东会 4月23号 你要做股东的人 4月20号那一天 你一定要买到 你要买到 你要那一天 你的户头要有股票 你才是股东 就是4月20号你要买嘛 因为买卖是交割 要两天T加2嘛 所以等于4月22号 你户头就这档股票了 你就是股东了 那你4月20号买 4月21号你把它卖也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是4月20号交割嘛 交割是4月22号 所以4月20号就是刚好买卖的最后一个日 才能作为股东嘛 所以很刻意有人把它压下来 所以136.5 那我们讲说那过程啊 假设它会死 它不行了 它就不会上来了嘛 结果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 对不对 然后后来 总经理有出来 讲说业界与格制的关系 其实我说它是叫幻 广广广的幻 幻法秀会嘛 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刚才讲 它最重要里面的 是你看不到的 你也可以去找它的power point 就是他的演講的內容 他演講內容因為你只要演講 都要丟到你可以到交易所裡面的 就我們叫做股市觀測站裡面 去看他社會的東西 他裡面都找得到 但是有些東西他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裡面最重要 保密最重要 那等一下我偷偷的告訴各位 假設你有股票的人來參加會 休息一下再回來 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手中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那我把它股名代表都把它塗掉了 不推介 你們不要去買 好 我們來看看 波浪理論怎麼走得來 這裡叫107 好 打了四連半的大底 好 注意看這條線 各位我都寫在這裡 這叫多空線 很簡單的一條線 你電腦裡面都有 好 那他曾經在這裡三個禮拜 在線的下面 好 那當然從這裡 就一路上跟你講到251.5 都在線的上面 那這一次我說這一次的 4月20號的 我把它解讀叫假期行動 好 4月20號打下來以後 好 我把它放大 好 就是這一天 就是這個禮拜 打下來就在線的下面 這是上個禮拜 這是這個禮拜 明天禮拜五收週線 這是週線 也就明天禮拜五 那他開盤開146 你認為他明天收盤會跌破146嗎 今天收157.5 這是今天 先收157.5 那假設他不會跌破146 他只要不漲不跌 也就是這個K線就是紅K確立 好 那這裡很簡單 這裡叫初生段 不用 這不用華語 走了四年半的時間 突破頸線上來 這叫初生段 好 初生段漲到251.5 他總共走了幾個禮拜 這裡五個禮拜 這裡三個禮拜 這裡三個禮拜 這裡兩個禮拜 總共走了13個禮拜 很標準 匯市係數 好 那如果這裡叫主生段 他未來會超過13個禮拜 那現在離股東會6月23號 也就是剛好還有7個禮拜 也就是剛好如果從這裡算 剛好就8個禮拜 那我是認為他可能 可能啊 我認為可能8個禮拜都漲 有可能就8個禮在漲 都在漲 有可能啊 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嘛 我會拿說那個買的價錢嘛 對不對 我有時候開玩笑講說 那來 我說總經理 因為申報轉讓 因為要繳稅 結果1000張賣了711張 轉讓711張 轉讓的價錢就在這裡 很明確喔 711張在這裡 198塊 那總經理轉給誰 來 在這裡 這位蔡先生 看這裡來 蔡先生的夫人711張 看到喔 好 那轉了198塊 那我說 我說啊 股東會 這次的股東會 是前面改選啊 那我 有時候講說 如果我是蔡先生的夫人 我說 你們祖母買198塊 董監改選的時候 你去可能你也是 你很多股票啊 你可能也要去 董監改選 你也有花顏錢吧 如果股票198比 比你們祖母買的還便宜 你還有免子去開股東會嗎 都開玩笑的 所以我說 有可能 有可能到股東會前 我認為每個禮拜都漲 那當然啦 當然如果說 很快的漲到198塊 那就 那就 不見得是八個禮拜 那就可能 漲完了就休息了 那我這是一估了 會不會來 不知道嘛 誰知道 我們只是按一般的常理去推 為什麼 你有這檔股票嗎 我根本沒有人留了嘛 全部都在這一天被洗下來了嘛 全部都被洗出來了 在這裡被洗出來了 全部啊 全部被洗出來了 因為 你也看到轉讓 這些股票轉讓 它為什麼轉讓 它會繳稅 這股票在寫著手上 政府有三分之一有六萬張嘛 其他都在大股東的手上嘛 那股東大股東轉讓 只是為了它董金改寫 因為今天前面董金改寫 是為了要 應該講說 誰要坐哪個位置 所以股票要轉一下嘛 那再來誰賣的 是一些零的嘛 那零的這一次打下來 手上有的人都出了 都出了 所以現在有什麼好怕的 我就跟著說 你現在更不用怕 反而比上市上貴的更 它更安全 因為上市上貴IPO12要10%嘛 所以它是18萬3千多張嘛 但如果IPO以後掛牌 掛上市的時候 它變成說IPO給人家抽籤 就1萬8千張出去啊 那個就叫福爾嘛 現在都沒有啊 所以我剛剛所講的 它未來搞不好 就真的跟你漲到623 然後就慢慢漲慢慢漲 每天跟你漲 不要說每天漲 每個禮拜就跟你漲一下 跌一下 漲個禮一下 然後收多線跟你收個小紅 然後跟你漲8個禮拜 但是有一點 如果所限的代價98就不一定 好 再來重點來了 會不會有疫苗出來 如果會咧 你以為現在我們把它所有的 限制疫苗就全部推翻嘛 你現在打身體健康的 但是一定會有一支是 針對Omicron的出來嘛 來 看內容 你看這裡 CH1 CH1 是試鑲第一個 糖體激像化 抗體進入人體試驗的藥物 然後我們講到了疫苗的部分 我要遮一下 來 看到中央研究院COVID-19的疫苗 受減疫苗的平溫 然後這是 這是這家公司的 這是這家公司的 我們把它蓋起來 這是這家公司的 中央研究院的 然後我們來看 它裡面全部都蓋掉了 我不要給你看 不要看蓋掉 我讓你看到這個 來 拉進 我把它解讀出來 各位 你們看看就好 看到這個 這個後面當然有 你看到這個 我把它解讀出來 現在是4月嘛 5月嘛 現在是5月嘛 它寫什麼第二季嘛 6月2、3號開股東會 6月2、3號開股東會 6、2、3號是第幾季 各位要去聯想 就算沒有 最少它是個題材 等到真的是的時候 大家就眼睫睫睫地來看它 要還它一個公道 眼睫睫睫看 還它公道是什麼 這必須收回去 對不對 必須有一支很大的紅可以把這裡 全部卡掉 把它吃回來 那才是理論嘛 那會不會 有時候再收 尤其是這種 我們叫做生醫的東西 不管在臨床 不管是在 反正他也不用 他是受錢的 他也不用解盲 但是那個時間有時候會比各位想像的 還要快 砰就出來了 所以我就跟我的會員講 我們的股票 你的基本持股一定不能賣 假設你有收到我call信的人 你們現在手上的股票是什麼 是不是零成本 你有收到我call信喔 call信裡面我是不是寫的 是不是零成本 股票 你有股票都是零成本 那我幾個特別金額比較大的人 他們可能要成本 可是他章數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他是做長線的 call信裡面的可能是做很短的 稍微一賠一下 馬上就哀一覺的 那我是讓你們零成本 可是如果你是量很大的 我親自在帶的 那你就按照我的方式 基本持股一定是不賣 為什麼 那突然有一天 砰 我還是那句話 真的後期有一天真的會乘以1.5 1.5 1.5 壽錢 那就等看什麼時間了吧 所以你有這檔股票的 一定要來參加會 打電話 沒頭一個時間 再會 請客 請問你 請問我 請問你 請問你 在做什麼 有實際社區 有什麼 有實際者 有實際人 是 請問你 說 有實際者